穿著制服的高中生 頭上身上纏滿繃帶 地上還可以看到斑斑血跡 表情仍是相當驚恐 現場一片狼藉 事件發生在河北承德 這間私立中學 學生餐廳的蒸汽管突然爆裂 力道之大不止餐廳玻璃 幾乎全碎 窗框也被炸飛 四散在地 由於事發時 正值學生們用午餐的高峰期 噴飛的玻璃碎片一度傳出 造成三四十名學生受傷 讓學校保健室忙都忙不過來 這次我在醫院 然後咱們現場 現場向公安封鎖 正在查找管道爆炸人員 嚴重的爆炸事故 已經引起大陸當局注意 但學校方面態度 卻是息事凝人 問題也不是太大 咱們有一個習慣 是一個患熱器 充死生氣的 一個管道 有爆炸 從被拍下的畫面 可以發現多名學生 被炸到頭破血流 但校長竟輕描淡寫 說問題不是太大 引發大批家長嚴重不滿 要求當地警方 嚴查事故還給學生家長 一個真相 記者唐拳不倒